那是汉朝第七部 妖孽乱政帝国瓦解 从士大夫代表袁安和外戚代表斗县争斗协习 到王允联合旅部刺杀董卓为止 您现在收听的是《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七部 妖孽乱政帝国瓦解 有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FM出品 杨腔腔为您播讲 狗急跳墙 就在这个时候只见扇框脑的灵光一闪 办法就想出来了 办法其实也很简单 可是结果却不赖 如果成功的话 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妙用 一雕搞掉第五重 另外一雕设下杨饼 扇框的办法就是 帮助人方越狱 只取成功不许失败 于是呢 就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任方呢 神不知鬼不觉的逃出了监狱 天亮以后 尚书就召见杨炳质问 任方这日这么重要的犯人 到底是怎么逃的呀 汉朝的文官 地震了 干旱了 水灾了 蝗虫了 高官们都要引咎辞职 杨炳呢 作为洛阳市的行政长官 犯人逃跑了 下面问下来 很明白 就是让他走人 杨炳的一点也不含糊 他这样回答道 要想抓住人方 很简单 只要把扇框抓下来 一神 二问 三考打 绝对什么真相都大白了 因为他们是一伙的 杨炳的重计了 你没有证据 出招一出 那就等于是诬告 犯人逃掉 再加上诬告 如果不走人都不行了 况且 扇框的上面 还有一个扇抄在罩着他 果然不久之后 杨炳呢 被打发走人了 这次与上次不同 他呢 不是一走了之 而是被判处苦工 在左校那儿 劳改去了 接着呢 扇抄上奏弹劾 允州州长 第五众 然后呢 把他给放逐出去 这果然是一剑双雕啊 但是呢 都别笑得太早 这只是一个开场戏 公元160年 正月 汉朝宫卿呢 听到了一个消息 新封猴 汕朝死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 很多人泪流满面 怎么说呀 这也是一种胜利啊 我斗不死你 至少把你给熬死了 五猴就只剩下四猴 这四大毒虫 不知道死至将至 反而呢 也是越发的嚣张 到处兴风作浪 于是民间啊 有童谣就唱道 左回天 聚独坐 徐卧虎 唐宇舵 这个左回天 指的就是 左官有回天之力 天呢 当然指的就是皇帝了 意思是 他有办法 扭转皇帝的决定 聚独坐 就是指聚元坐在那儿 唯我独尊 骄傲自大 徐卧虎 就是指徐皇 行事如同卧虎 凶残狠暴 唐宇舵呢 指的就是唐恒势力啊 遍布天下 无孔不入 犹如钦盆大鱼 童谣呢 如飞刀一样 刀刀催人老 这个时候 杨炳已经听不下去了 杨炳呢 又重出江湖 是老天爷救了他 他刚去劳改不久 天下呢 就出现了大汉 遇到了大赦 然后呢 就出狱了 接着天上又出现了日食 有人就趁机上书了 告诉刘志啊 不要打压杨炳太久 应该立即让他出来工作 主动替杨炳说话的人 就是泰山太守皇甫官 皇甫官自威城 安定朝那人 就是如今的甘肃灵台 在汉朝啊 西北可是出名将的地方 东南呢 是出文相的地方 在西北这块 苍凉辽阔的土地上 他生于死 长于死 精通兵法 一身的武艺 天生一副良将之才 无数的案例证明 汉子不只是长出来的 也是练出来的 良纪时代 皇甫官不畏强权 屡屡上书 接这个良纪的老底 被打压的死死的 良纪死了以后呢 中央请他付出 他多次推辞 最后呢 才恋恋不舍的 告别了隐居的生活 出来当官 皇甫官奏书 打到中央之后 刘志呢 就批复下来了 同意杨炳付出 那么有关部门 派人来通知杨炳 说啊 你可以回去上班了 去哪上班的 倒没说 只是派来了公车 跟着上车就是了 但是杨炳呢 却没有上车 而是躺在床上装病 他告诉来人说 哎呀 不好意思啊 我这床都起不了了 怎么还能做官呢 这个官场老油条 还真能装 有关部门被气得 半天说不出话了 拂袖而去 给你脸 你把屁股贴上来 那好吧 那就罚你酒喝 这帮人回去之后 上奏弹劾杨炳 说他犯大不敬 应该治罪 奏书打上去之后 被上叔叔给驳回去了 他们认为 杨炳装病不治 其实呢 是谦虚 行退让之理 不如再征召他一回 如果再不来 再问他的罪也不迟 有关部门呢 只好再去征召 这次呢 杨炳学经了 动作非常的敏捷 跳下床去 整理衣服 精神抖擞的出了门 然后呢 又干回了他的老本行 太长 三年后 也就是163年 签为太尉 位于三公之首 这正所为君子报仇 三年不晚 杨炳再次出招了 不久之后 杨炳联合三公之一的 司空周景 联合上书 奏书呢 是这样写的 汉朝中央以及地方 出现很多人 不胜任官职的现象 据汉朝法律 宦官子弟不允许当官 更不允许位居高位 现在这一切都反了 宦官子弟 犹如苍蝇满天飞 到处都是他们的鬼影 所以我们建议啊 各部门清查下属 凡是不合格的官员 承报三福 把他们一律清除出政府 报告呢 打上去之后 瞎了半只眼的刘志 突然 这两个政治眼睛都亮了 批准了杨炳的计划 事实上啊 这个刘志 有今天这般政治觉悟 还得感谢一个人 这个人呢 就是世中原言 他呢 非常的清苦好学 非常的受杨镇的欣赏 他能够爬到世中之位 也是杨镇提拔他的 有一回 刘志呢 先来无事 就问原言 说啊 你觉得我是一个 什么样的皇帝呀 原言本来就不善言辞 能不说话的时候 他绝对不开口 可是刘志都主动问他了 那他就必须要引导的 他说 陛下 要论荡子 您只是一个中等皇帝 刘志接着说 哦 为什么我只是中等呢 原言说 陛下 既重用文臣 陈帆等人 又让中常事和皇门 来插手政治 也就是说 你这个人 别人可以辅佐你为善 也可以辅佐你为重 所以说 您只能算是中等了 刘志呢 叹息一声 说道 哦 我知道怎么做了 正是原言 那么准确 及时的一句话 刘志猛然动了 努力向上的欲望 同意杨炳 清除宦官子弟的报告 有刘志的支持 杨炳干活特别的卖劲 他展开了一次 声势浩大的整肃运动 从州长到郡长以下 有五十多个人 被清除了出去 有的呢 拉出去砍了 有的呢 让他们卷步盖走人了 等了多少年 总算是等到了这一天 天良好歌秋啊 汉朝全力的秋天 竟然是这样的爽 爽到这个杨炳的心都酥了 自东汉开国以来 士大夫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扬眉吐气 在杨炳的领导下 他们众志成城 乘胜出击 向宦官吹响了决战的号角 有料的爆料 没料的来吆喝 终于武侯之一的左官 被士大夫集团点中了死穴 自杀了 不久之后呢 巨员也撑不住了 主动投欲自罚 被降职 之前徐桓和唐恒死了 逃掉了被批斗的命运 但是死人呢 也没占到便宜 刘志下诏 剥夺武侯所有爵位 此时此景 简直就是太阳啊 从西边升下来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七部 妖孽乱政 帝国瓦解 有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杨腔腔为您播讲 如果您觉得我播讲的还是不错的话 可以给我点个红心 点个赞 评个论 或者打个赏 在这儿 我谢谢各位了 公元165年的5月 杨炳失事 杨炳的终于是 明目了 因为他是以一颗胜利而骄傲的心 离开这个世界的 他终于可以乘风吸去 告诉这个老前辈元 李固以及老爹杨震 说啊 外戚欠你们的 宦官替你们报了 宦官欠你们的 我们都替你们报了 对东汉所有的士大夫来说 这是一个没有外戚的时代 这是一个宦官嚣张不起来的时代 这是一个属于他们的美好时代 那么杨炳之后 到底由谁来领导士大夫们战斗 并继续巩固这场空前绝后的成果呢 主角呢 马上出场 这个人呢 不是太尉陈帆 而是一个新人 他的名字叫李英 李英自原理 影川乡成人 典型的官三代 祖父李修 曾在安帝留户时代呢 做过太尉 位居三公之首 他的父亲呢 叫李毅 曾经是赵国的国相 可谓是长江后浪推前了 到了他这一代啊 凭借实力 取笑脸入士图 目前尽管只是一个两千弹的河南尹 但是他的名声以及影响力啊 远远超过了祖父两代人 在李英领导与宦官战斗的时代 真正实现了团队合作 仿佛只是一夜之间 汉朝士大夫的这个 彭党集团就柔如星星之火 就在汉朝上下蔓延开来 这些人呢 即将粉末登场 占据历史舞台的一席之地 所以在这个奇怪的春天里 李英遇上了一场倒春寒 全身发冷 差点被夺去了性命 这不是别的 而是一场政治感冒 情况是这样的 先是身为河南尹的李英 弹劾北海军军长杨元群 说他贪污受贿 被免治回家 竟然连厕所的特有装置 都拆下庄惠老家了 报告打上去之后 杨元群呢 就到处找人活动 这家伙啊 出身是豪门 关系非常的广 找到了一堆宦官 出钱呢 请他们摆平了李英 这些收了钱的宦官 集体上告 说啊 李英诬告好人 结果这李英啊 被倒打一耙 竟然还被打中了 关进了监狱 在汉朝官场中 如果说上大夫们是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那么这个宦官们就是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自武侯死了以后 新的宦官又成披的冒头 可谓是生命不息 斗争不止 这士大夫们的路啊 还长着呢 李英呢 关进了监狱 马上就享受到了劳改的待遇 刘志呢 罚他去做苦工 就这样 他一做啊 就是半年的劳力活了 公元165年11月 太尉陈帆坐不住了 他屡次上奏 要求刘志放人 这个陈太尉呢 可谓是救人心急啊 连苦肉计都用上了 跑到刘志那儿去掉眼泪 放声道 可是刘志呢 就是不理睬他 太尉都搞不定的事 看来刘志的火气还真不小 但是陈帆啊 怎么也没有想到 稍后不久 刘志就把三人全给放了 并且给李英呢 挪了一个新的位置 私立校尉 李英能够出狱 不是陈帆打动了刘志 而是一封奏书 上奏的人叫应奉 实为私立校尉 他告诉刘志 说啊 李英呢是国家名臣 他们三个断案秉公执法 天下皆知 陛下不认真去调查 就把他们给关起来 全天下人 无不替之叹息啊 接着应奉呢 又提醒刘志说道 政治艺术的最高境界 就是记住部署的功劳 忘记他们的过失 当年汉武帝刘彻 就是这样提拔韩安国的 后来呢 宣帝刘并仪 也是这样提拔张场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 现在汉朝的边境战事正紧 国家正需要用人才的时候 您可不能这样 一直关着他们不放啊 应奉啊 真是把话都说到了要害之处 李英出道以来 就是镇压强盗起家 只有他到哪个郡署 当地的流氓地痞 无不怕他三分 一点也不亚于当年 以打黑出名的张长 刘志呢 静下心来想一想 好像现在除了放人 也没别的选择了 说到底 他这辈子是有点混蛋 但是还不至于 混蛋到底的那种 对李英这等人 就像当初对待杨炳一样 吓唬一下就可以了 把他永远关起来 那是不可以的 就这样 李英呢 胜利出狱了 被签为私利校尉 李英呢 一刻也没闲着 他一出狱 就立刻整室 一整又整到宦官头上去了 这次呢 他瞄准的是小皇门张让 张让影川人 因为参与诛杀 梁继有功 被封为都乡侯 事实上 李英呢 也不是偏要跟这个张让过招 情况是这样的 张让弟弟张朔 实为野王县长 听说李英出狱了 还当上了私利校尉 二话不说 立马卷起扑盖卷 连夜就逃走了 为什么逃呢 肯定是作贼心虚嘛 天网会会 疏而不漏 可这张县长却认为 老哥张让家 应该是最安全的 张让也觉得自家是没问题 于是呢 就让弟弟 藏在了一个隐秘之处 这个隐秘之处呢 就叫家墙 就是墙与墙之间 两端封闭 留有一个暗门 平常看起来就像是一道墙 却是最适合藏人藏东西了 李英听说张县长 跑到张让这来了 立即率人来抓 他呢找来找去 还是找到了家墙 破墙而入 把张县长扔到洛阳监狱 然后呢 等这个审问一完 立即诛杀 这简直就是一把杀人 不眨眼的刀啊 张让听说老弟被杀了 就跑到皇帝刘志那 去哭鼻子去了 刘志呢 只好把李英叫来 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刘志的意思就是 这事啊 你还没上报 我也还没批准 你怎么就动手了呢 但是李英 一点也不含糊的说道 以前孔夫子当鲁国大司寇的时候 只七天就搞少政毛处决了 我上任已经十天了 担心这案子拖得太久 拖出毛病来 只好先斩后奏 我以为速度够慢的了 没想到搞得太快 让皇帝您怪罪来了 您瞧瞧这杀的人竟然还会找出这么富力堂皇的借口 上任十天就杀人 还嫌慢了 这样的话要等一百天 那满朝宦官子弟 不都被你全给杀光了吗 想一想 李英还真不是省油的灯 刘志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摇头叹息一声 对张扬说道 你这老弟有罪 人家治你天经地义 你叫我把私立校尉喊了干嘛呀 说完他转头又对李英说道 好了好了 没你的事了 回去吧 李英呢就回去了 而且是毫发无损的回家了 从此满朝宦官 从小黄门到中常市 一提到李英的名字 浑身就直哆嗦 他们就像在刀尖上走路 一切呢都得小心翼翼 有那么一段时间 他们连出宫都不敢了 刘志啊 好生奇怪 招来宦官问 问是怎么回事 大家起口说道 没办法呀皇上 不是我们不想出门 实在是太怕 那个李英找上门来了 李英呢是一战成名 在经过宦官们 这一张张嘴的宣传 顿然就名扬天下 无人不知 于是呢 天下的读书人 都以认识李英为荣 以不认识李英为耻 这些读书人 一旦被李英接见 仿佛是见了如来佛 求得了真经 也立即名声在外 于是呢 民间人士就称 登李英门 叫做登龙门 意思就是说 只要你进了李英的门 等于李渔跳龙门 想不出名 都难哪 好了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七部 妖孽乱政 帝国瓦解 正在喜马拉雅FM 持续的为大家更新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下载喜马拉雅FM 手机APP 关注杨腔腔 或者微信搜索 小杨说事 让我们聊一聊 汉朝的哪些事 帝国瓦研雅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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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帝国瓦门G